大家好,我是REX 這次要繼續帶給各位非正式小說 喬治·喬斯達 看完後,相信各位可以大概看懂這部小說的故事 以及所有版本中最強的敵要 補充一下,這部有兩個主角 一個是第一宇宙二喬的父親喬治 一個是在第二宇宙現代被喬斯達家收養的George 第二個我都是用英文George使用 所以在第一部影片裡,我都是在說這個George 那這部影片一樣有可能涉及到第六與第七部的劇透 各位請小心,那我們開始吧 這部小說的大反派一樣是迪奧 只要從她殺死大敲 因此與艾莉娜一起在棺材中漂浮說起 迪奧為了取得夠用的血 會捕魚或者捕鳥給艾莉娜吃 從這時候她就展現了提升能力的徵兆 讓自己能夠躲在棺材裡避開太陽行動 艾莉娜也會因為迪奧對她的精神折磨而發狂 但最後艾莉娜憑藉對喬納森的愛 堅持住自己的意志 並沒有成為迪奧的新娘 迪奧也沒有放棄 相信由喬納森的頭部變成了殭屍會傷害艾莉娜 但是喬納森什麼事都沒有做 這讓迪奧困惑了 最終艾莉娜切割頸部來威嚇迪奧 讓迪奧只能犧牲自己所剩不多的血液 和所學的醫療知識救活艾莉娜 因為迪奧需要艾莉娜的血才能存活 隨著時間的流逝 迪奧逐漸恢復 艾莉娜也因為同行而沒有殺死迪奧 而是讓迪奧待在棺材底部的加塵 之後讓救起自己的漁民們加重棺材 讓迪奧沉下去海中 但如上次影片提到 這個作者稀很多 那超越我們想像的故事要開始了 在某個宇宙的喬盧諾 他已經成為了組織的老大 在某個時候 他開始聽到迪奧的聲音 並按照他所說的開始行動 表面上喬盧諾是個英雄 因為他把壞事都推脫給一個叫做迪奧波羅的人 喬盧諾因為無法承受自己做的罪惡而人格分裂 迪奧波羅就是喬盧諾的另一個人格 喬盧諾在普其得到天堂製造後 就用黃金體驗爭吻曲幹掉了普其 讓普其待在一個會永遠徘徊的世界 再也無法離開到其他世界 後來迪奧波羅穿越到了第一宇宙的船上 那時迪奧已經在海中沉了一百年 也就是99第三部故事的開頭 迪奧波羅將自己的血液給迪奧讓他復活 而迪奧此時正要殺死穿越過來的喬治 喬治 喬治發揮了神秘的力量 將迪奧波羅變回了喬盧諾 迪奧看到這個兒子擁有喬斯達加的胎機後 就直接殺掉他 之後將自己的靈魂撕成一半 將其塞入喬盧諾的屍體 讓他變成了自己的分身 而這個分身在之後會成為 成太陽在未來要戰鬥的迪奧 同時喬治發現 喬盧諾用平甲名留下了勇氣 要喬治用那股神秘的力量拯救所有人 而這時候我就要來講講 這神秘的力量到底是什麼了 這股力量同時也是讓迪奧能夠統治全世界的力量 這股力量叫做Beyonce 超越 這三十七個宇宙中只有三個人有 而超越也被稱為三位一體 因為它是被三人共享的 喬治是二喬的父親 George是養子 迪奧是聖靈 符合基督教的概念 第一宇宙的迪奧 第一宇宙的喬治 第二宇宙的George 只要使用者相信超越 超越就能夠讓他們控制自己的命運 超越的概念堪比神或者作者 因此超越所有的時間任何的空間 簡單來說就是主角威能 任何事都能用主角威能來帶過 無視所有的設定 超越會挑選使用者作為故事的主角 被挑選的人需要擁有一個神的名字 像是二喬之父的喬治George 來自於其中一種宙斯身為農莊之神的形式 Zus Jogius 其他以此來推 超越會讓使用者到達他們應該所在的地方 或者特定時刻需要他們的地方 主角必須意識到他們的角色 相信超越 並理解他們是故事中的虛構主角 那迪奧相信他是故事中的世界之王 迪奧使用超越喚醒的世界終極 一個能夠停止時間超久的強大的替身 也用超越將靈魂可以撕成一半 或者其他主角威能 二喬之父喬治 如果相信超越他就不會死 如果他不相信他 那麼他將在他的婚禮期間 被可怕的東西殘忍的謀殺 接續了證實故事的發展 而只有擁有超越之人 才能擊敗另一個擁有超越的人 好那現在就來說說 迪奧要統治世界的計畫是什麼了 那一樣就是上天堂 迪奧在得到喬納生的肉體後 得到了喬納生的替身 激情 這個替身長得像是機靈王冠 能夠用來預測跟自己有血緣 關係任何人的未來 不管是在什麼時空和宇宙都一樣 因此他用激情或者超越 讓某個宇宙的喬羅諾天命於他 也就是前面影片提到的那樣 在喬羅諾死後 迪奧放過了喬治 喬治看迪奧即使被太陽照射 也不會死後 才發現迪奧也擁有超越 因為相信超越所以太陽不會傷害迪奧 那放過喬治的理由是 要利用在喬治身上的立方體屋 穿越失控於宇宙 首先立方體屋 這是三本靈媒的替身 三本靈媒不知道他有這個替身 因為這個替身是隨機出現在36個宇宙中的 之後迪奧穿越到其他宇宙 並成為了夥伴 後來迪奧在喬脫探測器上 留下了上天堂的方法後 刻意從天上扔到普吉一家中 讓他家人全部死光 好讓普吉開始踏上探尋天堂的方法 之後我在上部影片提到的故事發生 普吉進化出天堂製造後 就被喬羅諾幹掉 普吉的作用就是進化出天堂製造 然後讓卡茲得到天堂製造 終極陣魂區後 讓迪奧再強怪使用 之後迪奧的身體因為被卡茲塞入大量的disc 而開始膨脹成一大塊肉 迪奧成功將身體分成九塊後 用天堂製造終極陣魂區逃跑 前往了第二宇宙 這九個部分都被塞入了空白的disc 而因為人類和吸血鬼最多只能擁有一個替身 就算是終極生命裡的卡茲 也是調整自己的身體 來使出複製終極版的替身 一次也只能叫出一個 所以迪奧的身體才分成九塊來彌補這件事 而這九塊正是能夠讓人得到替身的聖人遺體 在最後迪奧的頭部到達了 DA宇宙的三位遺體教堂 迪奧的超越讓露西奇奇的懷孕出 原本沒有的聖人遺體的頭部 因為有這個頭部 迪奧才能定位到自己身體分散到的宇宙 從而穿越到這裡來 迪奧只要重新佔有原本自己的聖人遺體 迪奧就能夠得到加持 成為真正名副其實的無敵 但最後迪奧失敗了 因為他被胡了 George因為是被收養的 所以迪奧的激情無法預測沒有血脈關係的他 因此George假裝是已經死去的喬治 先是讓艾莉娜登場激怒迪奧 她對迪奧說 你的親生父親至少在喬治醫師面前都至少擁有心理 而你活了一個世紀都活在父母的詛咒之中 之後正讓麗莎麗莎帶嬰兒時期的二喬出來 讓迪奧傻眼帶嬰兒來戰場幹嘛 後來自己再裝成喬治 讓迪奧徹底失去信心 因為竟然無法預測眼前這個喬治的未來了 然後George將喬納森的頭 裝在聖人遺體上讓他復活 補充下 雖然聖人遺體是迪奧的身體 但是迪奧的身體是佔用了喬納森的身體 這是喬納森本來的身體 喬納森的復活使迪奧徹底崩潰 這讓他不敢相信自己是故事的主角 所以曹玉從他身上消失了 迪奧的力量直接大幅下降 因此迪奧放棄了 他最後接受了這個世界的迪亞哥的屍體後 就離開 並下定決心以後 再也不要與喬斯達家族有牽扯 志祺不斷的失敗已經讓自己絕望了 只剩下喬斯達家團圓的結局 那以上就是這支影片了 只能說這篇小說真的是很酷啦 真的有吃毒 有穿越時間又有穿越時空 很多角色都是有改動設定 所以給人的觀感有好有壞 那喜歡可以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Rex 我們下次見掰掰